我从小喜欢读书 可是上考试考得很好 爸爸就一直想说 你这个小孩子啊 看似聪明 可是不是很精明 不太擅长为自己筹划谋划 然后心肠好像过度好 你要去当医生 因为家父是个医生 可是我不喜欢习医 我就想学文学 其实我很想学中文 所以这就是我内心渴求的 所以我之所以辍学只是想说 我爸爸说 你如果不要读医 你就不要读了 那个时候的叛逆 只是想说 我想追求我的理想 所以就不去读了 我辍学 然后打工七年 我去当过油漆工 然后摘过水果 摆过摊 送报纸 有一次送报纸 还送到我同学家 人家去上大学 然后我再送报纸 然后在高速公路中间的分隔岛 拔草 觉得买好赚的 然后中午分一个便当吃得很开心 然后开过计程车 我是开晚上七点钟到早上七点钟 在台北市的一个酒吧区那边开 所以我见到很多的人生百胎 那做那些工因为多半都是体力工 赚钱还算不错 但是下了班以后 因为你不用再挂心上班的事 所以你可以专心的读书 那七年我读了很多很多的经典 中国的经典 《红楼梦》我大概读了一百多遍吧 有一段时间我可以倒背如流 《红楼梦》 金庸当然是必读的 中国人怎么可以不读金庸 是不是呢 在读中国的经典的时候 我很清楚地感觉到 那个跟我的心灵相通的 那我到美国去读书 到英国读书的时候 到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时候 当然第一次看到我们中国的宝贝 然后被人家抢走的 你是一个中国人 你在那边眼泪一定掉下来 那还不要紧 还没哭是不是 没关系 你到大英博物馆去看看 那种英法联军都抢过去 然后人家这样 你刷 眼泪就会掉下来 那个时候你会看到 那个宝物的命运 就跟你的命运一样 因为你就是中国人 那个感觉 那个情感的连接 那种灵魂的连接 那片都片不来 你就会知道说 不行 我要让我的国家抢 就很直觉地 我要活在中国人的社会里面 然后我这一生 我这个人 我要做什么呢 我当然是要有益于人类 如果你能够让中国好 那不是有益于整个地球吗 让中国这两个字 变成对全世界的人的祝福 我想要做这个事情 我想要让我们中国人好 那为中国好 我们就干吧 就这样子 您从小是在一个深绿的家庭 氛围当中长大的 可是却走上了一条 与家人截然不同的路 那现在跟家人 在一起互动的状况是如何呢 其实也是感谢家父跟家母 他们其实也都是很喜欢读书的人 那家父从小会逼我们读 被唐诗三百首 三字经 那时候我家父说 我们中国人如何如何 中国人怎么可以不读 唐诗三百首呢 所以后来有一次 我就跟我爸讲说 爸 不是我怎么样 是你变了 其实家母也很爱我 他也很纠结 因为家兄 黄伟哲他从政嘛 所以其实台湾很多的家庭 都会 有的人支持这个党 有人支持那个党 那那种 这种纠结或者是矛盾 不会谈面话 因为都是小事情 可是因为家兄他从政 然后我在媒体 所以变成会变成一个 很重要的话题 我妈妈有时候会笑说 你这个中国人啊 时间到了 自己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我说是 台湾人母亲 你怎么办呢 我妈妈很可怜的事情是 她会为了我 必须为我 要上台 向支持我哥哥的选民致歉 那这个让我觉得我 对不起我妈妈 觉得我不笑 但是 我自问我自己 我没错 我没错 是我所说的哪一件不是事实 我们能说我们不是中国人 我说不出口 我没办法 我今天所讲的每一件事情 做的每一件事情 就是一个 我觉得任何一个中国人 最起码都应该做的事情吧 所以 从情 从理 从法 从现实利益 所以中国人到底哪一点亏欠你啊 我一直想问台湾 那我会觉得说 在亲情上 我们家人都没有问题的 但在政治利害上 我常常会危害到我的哥哥 我觉得我很抱歉 可是在事实上 在现实上 这所有的事情上 我觉得我没有错 所以 是怎样就怎样吧 如果忠孝不能两全 那我也没有办法 谢谢大家